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,现在! 杨子暖心举动引发热议,主持人牙齿上沾口红被恰到好处提醒。 近日,依则有关演员杨子的暖心举动,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热议。 据悉,杨子在一次直播中,发现主持人牙齿上沾了大量口红, 为了避免主持人尴尬,杨子机智地将这一情况,写在纸上并传达给主持人。 这个小小的举动让网友们,见识到了杨子的真挚善良。 许多网友留言评论道,真的好贴心还是写下来提醒主持人的。 这个主持人情商也好高,他真的是又贴心又聪明。 可见,杨子的举动不仅让主持人避免了尴尬,也给大家带来了温暖和感动。 杨子的行为引起了,网友们的热议和赞赏。 许多网友表示,这个举动展现了杨子在工作中的专业和情商。 他们纷纷留言,工作中真的会被这种善意打动。 白敲咪咪告诉了,这回全网都知道了。 对于杨子的暖心行为,还有网友评论道,主持人也反复夸赞杨子大好人。 你们真的没有爱错人,太贴心了。 主持人真的很感激,杨子提醒他牙齿上沾口红,没让他在大众面前丢脸。 杨子真的是人美心善,好贴心啊!等等。 杨子的暖心行为不止于子。 在主持人擦掉口红的时候,杨子还拿起画纸帮忙挡住镜头,以防尴尬情况进一步扩大。 他还表示自己也会遇到类似的尴尬,让主持人感到安慰和心照不宣。 这一系列举动展现了杨子的聪明和善良,让人们更加喜爱和尊重他。 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,自己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演员,更是一个贴心和富有人情味的人。 杨子的暖心举动,让人们看到了真正的善良和温暖。 他的聪明和贴心行为,不仅赢得了主持人的感激,也深深打动了广大网友。 杨子这次的表现再次证明了,他是一个既有才华又有人格魅力的演员。 对此,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,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